好 另外一条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这个华为 大家知道这是美方制裁的第一目标 但是好像怎么打都没办法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不是要禁止美国国防部 跟任何使用华为设备的公司签合同吗 想来想去 纠结来纠结去 五角大厦的官员忍不住讲话 他讲的这个很复杂 意思就是什么 没有华为不可能 对不对 各方面 你不要说 不要说这个什么 一些讯号等等 包括什么医疗用品 服装等 后勤支援等等 华为都占了全球电信 什么设备的三分之一 不可能找到替代方案 没有华为不可能 所以五角大厦 要帮华为寻求豁免 这也真的大概是 没办法当中的办法 这大概是一个 说不出口的东西 但是看起来是 真的是没有替代方案 在此同时 日本压力也很大 因为日本是一个汽车大国 之前我们有讨论到 像是什么Toyota等等 所有的这个日车 在大陆几乎都崩了 现在又崩了一家 Nissan 它要减少中国厂汽车 至少一成的产能 还要关掉一个大厂 目前也在 这个中国的市场份额 恐怕是越来越少 第一个 我觉得福建县 能够这么快的时间 做第三次海事 确实是超乎很多人 意料之外 唯一是美国 因为美国以前 辽宁舰刚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瞧不起 它认为你那个 划钥匙起飞的 它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这次福建舰 他们就这个不能再 就不敢轻视了 所以立刻拍了 这艘能干号 来趁着它海事的时候 想要了解福建舰的 很多的住院 你知道这个海事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海事它管制 不知道让你看 有的时候它有些东西 可以让你看 外表这让你拍没关系 但是有些机敏的数据来讲的话 它不会让你知道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最简单的 船的速度到底可以跑多快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 机密的军事机密的资料 因为我海战的时候 如果说是我预期来讲 你认为说是我时速30节 对不对 我这个两天 或者是一天之内 我可以到达某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人家船 时速可以到 跑到35节 那在你还没预料到的时候 它又已经到了战场 那对你虽然发起攻击 我觉得像这些来讲的话 都是很重要一个 军事的一个资料 另外来讲 这条能干号来讲 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收集福建号的声闻资料 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094我们不是经常在那边讲 是不是来这个浅舰来 我们刚好可以收集 它的声闻资料 其实这因为福建舰是新的船 所以它有它的声闻 那当能干号这条船过来的话 它拖那个海底声纳 就是来收集福建号的海底声纳 收集它的声闻 收集声闻有什么作用呢 它给它的浅舰用 就是它浅舰在底下里面 它听到这个声闻来讲的话 它知道上面这条船是福建号 它就可以对它发起攻击 那央视现在把它曝光了 就是中国发现你了 那它可以做一些反制吗 当然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会发现来讲的话 能干号你现在被发现来讲 解放军一定会把这条船赶走 或者它有些机密测试资料 不会让你看或是不会让你知道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这条能干号来讲的话 它现在来讲 确实我相信它在收集 南东海的海底的一个地形资料 来做一个测试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是以美军来讲 它的这种攻击型潜艇 能够维基尼亚籍的话 摆在这个东海的外海地方 在那边 因为核重能潜艇来 它可以在那边潜伏很久的时间 然后对地来实施 对地或对舰来实施攻击 它可以潜伏在那边很久 你不晓得它在什么地方的话 对这个解放军来讲 确实会达到阻吓的效果 那美军来讲 它现在来讲 可能要自己亲自上阵 以前它是靠日本 它认为说是解放军来讲 没有这个能力 但它现在可能自己要了解 这个把东海地区的海域 了解清楚以后 它将它的攻击型潜艇 部署在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很大 那之所以说是五角大厦 替华为讲话 我特别要讲 这些东西你挡不住的 由于是很多科技的产品 现在中国的 它不管是在各行各业来讲 它产能来讲 它是制造业的一个大国 包括我们台湾来讲 不是就很多丢脸的事情 包括赖兴德去看无人机的时候 就发现那家无人机里面 有很多东西 就是中国的厂商做的 那这两天又发现说 我们国军降级的那种行车记录 坐在车里面行车记录 也是中国厂商制造的 所以你这东西没办法 它本来就是产能大国 它做的东西又便宜又好 那世界各国都 你已经用了以后 你就很难去取消掉 那由于像美国来讲 你说通讯系统 这个大到一个军舰 跟军舰之间的通讯 小到说是一个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补给商用 或者是运输 或者是医疗 它都要用到通讯系统 甚至于美国到现在为止 很多乡下地方 它还是用华为的那种基地台 为什么你拆不掉 你拆掉以后 你自己又没有能力 去装那个基地台 那那些老百姓怎么办 高速公路怎么办 美国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小 它幅员非常广大 到现在你要彻底 把它拆掉的话 我觉得都很难 那美国来讲 有些基地跟基地之间 你打个电话 所以我这个有个弟兄 生病了 要紧急综艺干嘛 你可能用到 就是华为系统的东西 所以这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那另外我讲欧盟这次的关税 我觉得欧盟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 像这种关税贸易战 是势必会开打 然后开打 我觉得欧盟受伤最重 为什么我讲欧盟受伤最重 法国来讲 它当然是白兰地 但你知道更严重的是 这个西班牙的猪肉 为什么西班牙猪肉会很严重呢 因为中国人会吃一种东西 就是猪耳朵 猪鼻子 猪内脏 我们中国人喜欢会吃 这个耳朵 但是欧洲人他们不吃的 他们那东西就丢掉了 那你想想看 那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 我这东西不用 我可以去 卖钱 你看对他们来讲多好 那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中国提高 这种关税来讲 东西卖不出去来讲的话 中国有没有地方买 它很多地方等着跟它买 卖给中国 包括俄罗斯 包括这些 其他的这些养猪的 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它现在等着把这些猪 西班牙卖不了 对不对 那我就卖给你 西班牙来讲的话 好像是将近每年 卖到中国去的这些 这个猪耳朵 猪头 就六亿 六亿美金 那你想想看 这种交易量多大 那对西班牙也等着 那法国来讲 这个白兰地 对不对 中国自己有茅台 它为什么 如果说你真的太贵的话 我喝不起的话 我不要喝你的 这个法国的白兰地 那德国更不用讲 德国的设施很多 它现在宾是什么 根本就是从中国运回去的 那你不是在争自己关税吗 对白兰地也只是刚刚开始 那我觉得更严重的 如果说这场贸易战 开打来的话 欧洲会更惨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的 今天最新的消息 苏纳克已经被下台了 对不对 为什么苏纳克会下台 上个礼拜 是法国马克宏选举大败 这个礼拜 是苏纳克败 而且不但败 而且是大败 惨败 惨败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因为你就是人民对你不满 因为你就是很多的事情来讲的话 现在不管是你的能源不足 或者什么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物价飞涨 是人民情绪的不满 所以人民情绪不满 很明显的摆得出来 现在除了说是法国马克宏 已经 法国的马克宏 英国的苏纳克 已经中箭下马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很快 可以看到德国的消枝 消枝现在状况也不是很好 除了说是意大利的梅洛尼 大概因为他本身就是基欧派 来讲还好 可是我相信 还有日本的岸田状况也不好 对 也不好 所以说日本来讲的话 那他现在汽车 可以说雪上加霜 他上次汽车造假的这些 让大家感到 因为很多都是跟安全有关的 还没有完全了结 对 还没有完全了结 那一个是 我觉得是雪上加霜 你本来就已经对中国来讲 跟他竞争电动车 因为当初丰田企业来讲 他都走错方向 他认为说是能源车来讲的话 他顶多走Hybrid 就是说油电混合的 他认为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中国是发展纯电动车 结果没想到中国发展的纯电动车 它所发展的 不管是电池或什么方面来讲 方方面面都赶过丰田 所以丰田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来讲 他要从后面来追赶 已经追赶不上 所以在这种电动车的这一块来讲 丰田已经距离弱势 那如果说再加上 他前一阵子闹出来说 是汽车有造假的这种假数据 或者是说 这个行车安全让人家担心 不管是安全气囊 或刹车系统 或动力系统 都有造假的嫌疑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雪上加霜 所以崩掉了就不只是丰田 我觉得崩掉是整个日本的 这个职人精神 他几乎每个 你上啊什么都 都是造假数据 对对 所以在中国这块市场 真的就是这个江河日下 整个崩掉了 阿姨 准备 照顶 那 我们al explore 感谢观看